有一个巨商 他很有钱 但是在那些动荡的年代 他把所有的家产 全部换成了金银票 他特制了一把油的雨伞 小心地将这些所有的银票 装得逢在天衣翁的闪柄之内 然后他把自己也打扮成老百姓 戴上了雨伞 准备归影乡野老家 这个巨商不了途中出了意外 他因为实在太累的时候 在一个商店边上打了一个盹 醒来之后 他的雨伞不见了 这个雨伞就是他的全部的身家性命 他毕竟经商多年 他很有智慧 他步入深色的仔细的观察 他发现随身携带的包裹完好无损 他断定拿他雨伞的人肯定不是一个专业盗贼 估计是过路的人顺手牵羊把他的伞拿走了 死人就应该住在这个附近 巨商于是就在这个地方住了下来 他购置了修闪工具 他干起了修闪的行业 春去与秋来 一晃两年过去了 他也没有等到自己的那把伞 但是这个巨商在修闪的过程当中 他了解到有些人的雨伞坏了 不值得一修的时候 他们就会扔了买新的雨伞 于是这个巨商又改行 做旧伞换新伞的一个行当 并且换伞不要加钱 一时间前来换伞的人 络绎不绝 不久有一个中年人 夹着一把破旧的油纸雨伞 匆匆赶来 巨商接过一看 正是自己这个身家性命 都在里边的那把雨伞 他看见伞柄完好无损 他不动声色的换了一把新的雨伞 给了他 最后他得回了自己所有的金银转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人要有耐心等待 我们很多的事情 是在等待当中 得到更好的结果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